拒绝盲目跟从 坚持圣经公义 这是激进改革派基督教频道 门徒频道 欢迎大家收听《门徒头条》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要赞好、订阅、分享、按键 就可以随时接收我们最新的影片通知 这一集就继续跟进荃湾圣坊制中河 在过去大半个月搞到满城风雨 最近就有新的重展 他们的校监张奇恩收视 在周一时向家长发了封信 宣布校董会在上周三开了一个特别会议 就决定会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 就认真调查14个学生 被校方处分停货三天的事件 而委员会的成员都会来自校外 整个调查预计需要90天 调查委员会 就会向校董会提交调查报告 让师生、家长和公众都得到交代 张校监还说 多谢大家的包容和体调 愿我们同舟共济 抵礼前行 对圣方制真心不变 而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成员 包括香港都会大学前教育及语文学院院长张国华 天主教持有会 五少梅中学校长李建文 前中学校长刘凤怡 因主教书院校监吴慧斯 和大律师庄启文 而学校在同一天的下午5点左右 在他们的面书专页公开这封送件 不过去到晚上9点左右删除了 他们的解释 因为这个名单需要修正一下 就说稍后会重新发布 但直到现在我 星期三下午6点为止 我还未见到学校的面书专页 重新发布这封送 其实 在上个星期的时候 也有些学生向网媒表示 学校将会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 当时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喂!有没有搞错呀? 一间大学 无端端改了校徽 喂!这么大件事 都未说要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 喂!反而一间中学 十几个学生迟到 来不及组会 星期禮 这么小的东西 你就说要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 还要找大律师? 找大学院长? 中学校长校监去查? 喂!有没有这么好笑呀? 真好笑过周星馳的电影 你想想一下 当张校监去找庄大藏邀请他 加入独立调查委员会 场面有多好笑呢? 庄大藏很厉害的 是法六万人 他几年前 曾经处理过 军动一时的沙田园居民套丁案 庄大藏问 你请我进入独立调查委员会? 查些什么? 是不是学校有人违反了专业操守? 还是一些劳资狗分? 张校监就回答他 不是 因为我们有十多个学生 想着吃早餐 八点几早会来不及星期礼 被学校停了 所以我们想查清楚这件事 你猜一下 张大藏听了这件事 他有什么反应 其他那几位的院长、校长、校监 他们听到这些事情 他们的反应会是怎样? 我真是想象不到他们当时有什么反应 但如果张校监邀请我的话 我想我第一时间就会回答他 喂!校监 搞什么呀? 这么小的事 搞什么独立调查委员会? 你们是不是有空没工作? 整件事很简单 就是校长 把政治凌假教育 小事化大 罚错学生 你叫他出来道歉 承担责任就可以了 停职也好 叫他自己辞职也好 这么简单的事 搞独立调查? 追查90天那么久? 这件事九分钟都说完了 大佬真是人不笑狗都废 不过这样 说到这里 我又猜到 为什么学校在面书专业 公开了件事之后 这么快又删除了? 我估计 可能有一些调查委员会的成员 虽然答应了你 但他们没有想过自己的名字 会被公开的 想着都是你知我知 家长知 学生知就可以了 谁知你学校有多手 将整件事 就上Facebook 那些人又知道这件事 在笑我 竟然查学生 吃早餐迟到 讲不及星期礼 这么细的东西 那我怎么见人呢? 不算了 我要退束 于是学校要安抚一下他们 而另一件事我又想说一下 这家学校在封信里面 就说会向公众交代 拜托姓方仔 不要得过港字 快点做 这件事轰动了全香港 但由头到尾 学校是从来没有回复过传媒的查诵的 连一份新闻稿都没有发过 是没有交代过究竟发生什么事 是靠我们记者传媒自己去访问学生 访问回家长 去了解回这件事 还有 学校的面书 由Day1开始 关闭了整个留言功能 是不让人留言 不让人问任何东西 这些叫做向公众交代 这些叫面向大众 你别跟我说笑 刚才读的那封信 就是出给家长 不是出给市民 不是出给传媒 直至今天 这间中学 还以为这件事 是学校和家长和学生之间的东西 以为关门就拆电 没那么简单 你又搞到国旗化 你又搞到国安法 搞到这么大 自然大家就要知道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昨天 就已经有些家长 和其他网台说 他们会更快安排 他们的子女转校 为什么 因为他们很担心 下一次出事的 是自己的子女 你无端端又说报警 又说报国安 拉了我儿子 拉了我女 那怎么办 我保不保写出来 也不成问题 所以 你这件事 现在说什么 搞独立条囚委员会 他纯粹只想转移视线 想想把事情摊几个月 大家忘记了 就当没什么发生过 当然没那么简单 何志弘校长搞这样的事 如果没有人需要人头落地 我也挺肯定 下年 荃湾区家长 宁愿送他们的子女 去其他学校读好过 说一句 你这家学校又不是 拉沙、英王那些大的名校 就算在荃湾区里面 都是忠忠挺挺挺 都未去到一线头 如果我的子女学业好些 我大把选择 不一定要读你姓方制 更何况 香港大把中学 又说什么修身不足 做家长真的大把选择 再不是的 就送孩子去外国读书留学 所以 你姓方制 这次 不找个校长出来祭旗 我想你下年 都挺难搞的 另外 我也想说一说 加密柏语中学 我也想借这件事件 向我们的读者和听众 作一个呼吁 就是说如果大家真的关心一件事 希望传媒 网台 继续追踪报道的时候 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对于这件事 每一单的报道或者节目 都去点击收听或者收听 因为希望大家明白 作为一个传媒或者网台 是如何决定是否继续深入追踪一单的新闻 其实最重要就是要看数据 如果第一单报道出了街 很多人看 作为编辑的 就自然会继续做第二单 如果第二单报道的点击 或者浏览 差不多 或者拍得住第一单 也就是说 多人留意 于是 编辑就会决定做第三单 甚至第四单 如此类推 节目都是一样的 而大家要明白 无论你做什么深入调查的报道 或者节目都好 其实 越做越困难 要花费的人力 或者时间 都是越来越多 除非那件事 每天都有事发生 否则 通常在第一单的报道 或者第二个节目里 都已经说完所有已知的东西 要继续做第二单 甚至第三单的时候 自然就要落力去挖掘一些大家都不知道的材料 说明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要投放的人力或者时间 一定会多过第一单 因为我没可能把维基百科的东西 就这样copy and paste出来 大家都没兴趣看 所以很实际的 一个的传媒或者一个的网台 是不是会继续跟进一单的新闻 就要看下那个点击和收听 第一单报道反应好才有第二单 第二单都是这么好才有第三单 但节目都一样 在上星期我们集中跟进加密拍语中学 逼学生要回教会 所以退赛的事件 我们就出了两单的文字报道和两条影片 而第一单的报道和第一条片 都叫做不过不失 所以都鼓励我们立刻做了第二单报道和拍了第二条片 但反应就跌了很多 第二单报道的浏览量 只有第一单报道的十分一左右 而第二条片的点击 只有第一条片的一半 虽然后来有些读者也提供了一些有用的资料给我们 但这些资料是要花费很多时间去做考证和调查的功夫 但很可惜我无法继续去做这些调查了 因为我计过数据 可能我要投放整个星期的时间才有结果 但第二单报道和第二条片的数据告诉我 就算我再继续出报道或者再继续拍片 可能只剩下几十个人看 而很坦白的 我们门徒媒体真的没有那么多人手或资源去做这些事情 我相信听开我们的听众都知道 就算小弟也只是一个半职的侍奉 因为每个月收到的课金 只是能够足够小弟以一个半职的形式去侍奉 其实在很久之前我都留意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真的希望在这个机会跟大家说清楚 如果你真的想多些人去留意一单的新闻 帮助到这件事的时候 真的麻烦 每一单的报道或者每一条影片 你都要点击、收听、收看 不只是看你喜欢看的报道 或者听你喜欢听的节目 因为如果点击不够、浏览量不够 任何网媒或网台的编辑 都不会投放资源去继续做一个明知没人会再看的题材 这里希望大家明白 好,最后有少少台务的报告 10月份距离月底不够一个星期 而这个月我们的课金情况也很严重 直到今天为止 我们的营运月费还欠6,000元才达标 而我们要登的一个24个月的5G网络费用 还欠3,700元 另外我们要登的一个法律咨询服务 那律师行收取首年的年费还欠4万多元 在这里希望大家真的能帮帮忙 今天就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请大家继续支持门淘媒体 通过Payme Paypal 转数快 货金给我们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